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電腦工會的宇林 今天其實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訊息而已啦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台北市政府資訊局所主辦的就是台北城市設計節 首先還是要先跟大家講說為什麼資訊局會想要推這樣一個就是競賽 這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資訊局現在非常非常在就是積極在推動開源的一個政策 所以它運用就是開放原始碼的一個方式來創新市民參與的一個新模式 首先呢 北市府呢 它其實是先將自己的一個資訊系統來去做開源 上半年度我們都針對的是台北城市儀表辦 下半年度我們真的是針對的是台北通 並且它透過黑客松的一個形式來鼓勵團隊就是來做一些創新創意的部分 然後最終的一個獲獎的一個成果呢 也會借接回到我們的一個資訊系統 來達到公司協力的一個目標 然後大家應該會對於我們的活動名稱有點疑惑疑惑的 就是我們的名稱叫做陳士通為無物 大黑客松 其實大概第一個的問號就是什麼叫做陳士通這件事情 其實簡單來講 陳士通就是台北通的一個開源版本 其實再更白話講一下 就是以Google的案例為主好了 就是Google的 就是開發了Chrome 然後呢 其實Chrome跟Chrome 它的一個介面 使用的介面以及功能其實差不多一致的 最主要就是因為Chrome它開發了部分的原始碼給Chrome 所以使用者它可以自行的開發相關的一個瀏覽器 那我們套回陳士通的一個部分 我們就是希望說 就是因為北市府已經開源出來就是台北通的一個部分 大家可以利用相關的 就是例如說桃園好了 它可以用台北通的這個開放原始碼的一個方式 來打造自己的一個桃園通 甚至新北通 彈化通等等的 所有通都可以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活動目標 其實就是像剛剛所說的 我們活動的話就是希望可以 廣邀各位高手來參加我們的一個比賽 在台北通的一個基礎下 開發一些微服務的一些功能的一個部分 我們的競賽主題就是市政服務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北市府 或是各個縣市類像說來提升完善各個城市的一個數位服務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參賽資格 參賽資格非常非常簡單 其實我們是以團隊為就是單位 我們大概我們最少要一名啦 然後最多是五名這件事情 我們只希望說各位要有一些可能類似像說開發的 不管是前端後端的一些開發的一些能力 其他的疑慮 我們幾乎都沒有任何的規範 只有就是還沒滿18歲的 因為今天在場有非常多的一些 不管是高中生或國中生 你們也可以來參加 只是你們要法定待遇的同意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參賽最後的話 就你們只要確認參賽的一個日期 基本上的話 除了我們9月7號 8號 城市都會服務大黑客松之外 我們會在就是9月7號 8號之前的一兩週 會辦理一個工作坊 這工作坊呢 最主要的話是我們會再更詳細的公布 詳細的一些流程跟規則 讓大家可以掌握台北通來事前的可以來去做準備 然後9月接下來榮仲登場就是我們9月7號 8號的這個活動 基本上呢 大家只要專心的coding 所有生理需求請一切交給我們 我們會提供非常多的一些美食服務 按摩服務 還有一些紀念品 對 你們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對 然後我們的評選的部分呢 我們會預計在競賽的第二天 剛剛有說到這個是個開源競賽 所以我們會比較著重在技術穩定定 技術穩定定跟就是服務應用的一個部分 然後呢 我們的競賽獎金 大家應該滿關切滿想聽的 我們總獎金高達70萬 第一名呢 就是會讀得我們的30萬 其實獎金非常非常高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大家可以就是可以來 一起來join 我們這樣子 然後我歸結一下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參加我們的比賽呢 除了當然超高的獎金 這個太世俗的東西了 我們其實還有就是我們的美食會吃到飽 按摩服務 就是高品質的一些紀念品 當你有一個深刻的馬拉松體驗 再來就是我們也會發就是台北市認證的一個 就是參賽的一個證明 然後以上是我的報告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鎖定我們7月29號 我們7月29號正式報名 然後我們競賽取資已經 就是已經出來了 大家可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我掃一下這個QR Code的一個部分 然後接著的話 就是等729大家就是打台北城市設計節 就會出現到我們的一些訊息了 以上謝謝大家 好 我們也謝謝Karen